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土的笋子 未必长得最高 你现在倒是挺会说话了 好 既然你喜欢晚妹那姑娘 就把这竹筒里的东西给她 速去速回 我还要带你去做件别的事 这竹筒里有根信箱 与挂剑草的味道有九分相似 谁让进来的 长安不是来给主子洗澡的 长安是来帮主子改头换面的 神医沈墨 生性怪癖 素有三不救 非达官贵人不救 非富商巨骨不救 非貌美如花不救 这三条理 主子唯有貌美如花一条 可能会寻到机会 主子可以放心 影子若是有感半点不尽 下场比死惨百倍 主子生得娇媚 又有些憨气 本来是极好的 但因家里穷苦 身材 皮肤 头发 都差了些 我以前 连干净的洗澡水都没见过 就算是过年的时候 你是我爹 还有我弟弟先洗 等轮到我洗的时候 水面上还漂着一层水腻呢 你干什么 这主子一滴血 泡在刘光姑娘 长得云腻糕里 主子最好不要知道 是什么做的 有点疼 还有点痒 这什么味道啊 百慕香 还有铁锈器的味道 是药材吗 这是主子要取的东西 挂尖草的味道 云霓高有奇效 可以让人从平衡上